我不覺得自己跟很多人不同 只不過我覺得我跟典型娛樂圈的人很不同 我的所謂藉術 其實在一個正常的世界大班都是這樣 只不過這個行業 尤其是香港的娛樂圈 其實是不敢將太多自己覺得 可能會比較爭議性地說出來 某程度上你進入了這一行 被人灌輸的感動就是 你要懂事或要收藏自己的感受 你才可以生存到 香港的模式就是 你有一首歌 你去台灣拍MV 舉行盛大的首播會 然後你就上了四台 上了TVB 東話 博愛 行經典五十年 完 我不知道它是否好還是不好 但我當時覺得這個模式我肚不斷 就是由十多歲到我病 就是這麼多年 十多年 二十多年 其實一直都不太喜歡自己 這個病停下來 你很多時間想這些事情 你會想 如果有一天我僥倖地 還有命去繼續過馬我下半世 我不想在一個憎恨自己 或者厭惡自己的氛圍裡 然後繼續老去 我覺得這樣是很慘 慘得很慘 慘得很慘 被你拿到我最喜歡的林高手 我被你開到四十場夢魂 那又怎樣呢 如果我不可以對著自己 都覺得有尊嚴的時候 那又如何呢 其實一個公眾人物 不論你是演員過手 甚至乎你是一個活動人 其實如果你在社會有一個聲音 你的聲音可以聚消到一定的人數 其實你有一個社會責任 由當年社六月到一二年過教 到一四年預算 其實我都想說話 但那時候我真的覺得不要了 不要說太多了 我覺得其實那時候是一個很大的掙扎 為何要做到這麼卑微呢 我為了要回大陸賺那個 商演的錢 我就不說一些其實我相信的 那也都慢慢真的收到點 叫我阿瑩那製作 或者用這個作品也都寫得 輕描淡寫一些LOVE 我覺得很多情況就是 我覺得 我不想寫得輕描淡寫 因為我寫得太輕描淡寫 好多人會知道有很多原著 我甚至是lif and death 我反而不想去鏡頭 因為我覺得當拳鏡就是想得到你的恐懼 其實恐懼也是最阻止人去生活和前進 我是因為這個運動引起我 我覺得我可以將我以前的所有的抑壓 或是所有我不敢說的話 我覺得是時候將它坦白出來 是真的做回一個自己喜歡的男人幫